新的 它前面是10.25吋 你也誤了 確定有蓄勢比賽太長 又被我講中了 你不知道我是廚師嗎 沒拿耶 客主來世界 今天帶點給大家 歐系雙雄 雙B電動車的對決 賓士的EQA 200塊 BMW的IX1 以世代來講 賓士比較久一點 因為它是GLA車型 延伸出來的電動車 油電平台的電動車啦 BMW它這個進入了 全新的U11世代 大改款車型 它也是油電平台共享的車 有X1也有IX1 後來延伸了X2跟IX2嘛 EQA我每次都差點要唸 GLA 確實它也是啦 它是GLA延伸的嘛 所以它世代比較早 所以我給它1號 2024年的上半年 銷售數量 BMW的IX1上半年 銷售數量是1264台 第一次的EQA 上半年總共只賣了224台 有著很大的落差 這時候度為什麼差那麼多呢 等等我們讓車主來分享 所以我希望車主們要放下身段 幫你的小老婆先放一邊 這樣子才可以比較真誠的分享給消費者 EQA250 現行排價217萬 單馬達前驅 馬力190匹 扭力39.3 公布的蓄實點是528公里 電池度數是66.5度 充電功率是100千瓦 10到80%的充電功率是要32分鐘 加速度0148.6秒 反觀BMW全新進入了U11車型 iX1現行排價228萬 雙馬達313匹 扭力50.4 公布的蓄實點是439 電池度數跟它一樣是66.5度 充電功率它是130千瓦 10到80% 原廠公布是29分鐘 大小來講 iX1都比它來的略大一點點 它的車長4米45 它的車長4米5 兩台車寬大概都是在1米85左右 車重大概也都在2 我電動車比較重啦 軸距的話它有27 29mm 它只有2692mm 買休旅車的在意什麼 空間 後座就很重要啦 讓他們也坐坐後座 他們這兩款車同級距 同歐系的 其實還有Volvo的XC40 Recharge 歐系還有Q4 Audi 便宜一點點的 你有福斯的ID4跟ID5可以選擇 Skoda有N樣可以選擇 韓國品牌 IONIQ 5 IONIQ 6 EV 6跟EV 9 還蠻多選擇的啊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軸 那當然玩了 一樣會去讓兩位車主互換試乘 最後帶大家去哪 吃東西 嘿嘿嘿嘿嘿嘿嘿 今天這個又是台中必吃 來我們來歡迎1號的小鵬 賓士的EQA 兩大個話的車主 來我們來問一下小鵬 之前開什麼車 之前就Nissan啦 國產車進入了歐系對不對 我本來沒有想買電車 就是有一次做Uber做到IONIQ 5 感覺行路上很舒服 安靜對不對 就去看著電動車 對啊 我本來是要買Lexus 還是本來是要買油車就對了 IONI朋友也說他想要換電車 當初小鵬你去看EQA的時候 你還有沒有去看其他品牌的電動車 我有看IONIQ 5 因為做過他 EV6我也去看過 Tesla 因為我自己做過Tesla 我覺得就不太好做 坐的人跟開的人不一樣啊 所以沒有去開過Tesla 沒有過 所以等於是你要買車前 開過的電車就只有EQA而已 現代也開過啊 就IONIQ 5 EV6我也試過 那為什麼最後IONIQ 5開過 EV6你開過 最後選擇賓士的EQA 兩個原因一個是配備給的蠻 配備起的 另外一個是 就心想反正差30萬上比是好像不錯 買到現在開多久了 5個月吧 那你這樣跑多少公里了 大概5000出頭 就一個月1000啦 優點我們分享給大家 你進入了電動車 瞬間出力是很有感的 電動車是這樣子 隨船隨到啦 電動車不用Turbo Lake等一下 再來 電費比較便宜 你家裡有裝充電裝嗎 我是沒裝啦 因為像賓士他現在是有給7折嘛 7折 所以我現在算價一度大概就是6塊多 現在充電算便宜啦 所以也不貴 然後我不會在意說 你老是出去充電在那邊等充電 快充站也不算遠 很方便 3 4分鐘就到 他有時候想到去充一下 充個10幾分鐘就可以走了 電動車就這樣子啦 你去掛一下 趕時間10分鐘就走了 至少也是40 50%啦 所以原產公布10到80%的充電 你有充過嗎 確實就是在30幾分鐘 差不多 不會超過35 原產公布的蓄實旅程528嘛 那你有沒有算過你就自己使用狀況 比如說你都大概80%用電 你大概用到 我其實有刻意試過耶 好 有刻意充到滿 然後一路開到電量升7% 這樣實際上大概有450 欸450很不錯耶 你對比BMW今天借出來的iX1 蓄實旅程就比較好 因為畢竟它才439 WRTP公布啦 好啦那小黃最後一個問題 開到現在你有沒有學會賓士開起來的缺點 高速煞車的時候煞車會有一個頓挫感 會不會是不習慣 其實當時候我在看那個車的時候 我其實也有考慮過馬力跟扭力的事情 但你心裡就覺得夠用 大部分的人都是這麼想 當你再開到別人的車子就不會這麼想 欸今天會讓你開 所以我說它很殘酷啊 好不好來 iX1就在你眼前 我讓你好好的去看它的車頭 車側跟車文 完了以後 坐進駕駛座 感受一下完以後 馬上去坐後座 買休旅車的人 我相信會在意後座 感受一下 跟你的車差異在哪裡 好不好 來Go 來來來坐坐坐 感受一下 一般我們相信 做這個是有角度的 坐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 好了就可以下車趕快坐你的車 來來來來來來 快快快 第一個感覺開口就小一點啊 這個就不能調椅子了 但是我們要中立分享給消費者 你的後箱 你自己有在用的 好OK來 我們看BMW 這是BMW的後箱 稍微大一點 知道了齁 OK好那我們上座 方向盤摸摸看 它的儀表台你去看看它 新的它前面是10.25吋 中央的螢幕是11.7吋 而且我每次講說 我每次開到BMW的車 我都最喜歡它現在智慧要12.0 靠近 離開 這賓士沒有 BMW椅子很適合各種身形 而且你看那個蝴蝶翼這裡啊 這我說給車主聽的 它自己去感受 OK嗎 行啊 好OK 那我們就下車 來小鳳第一個 我們剛剛看到 iX1的外型 你覺得iX1比較好看 還是EQA比較好看 他是賓士派 賓士派的 因為他賓士派沒辦法 他最喜歡賓士 這實在話 那你問我我說BMW好看 乘坐品質買車非常重要 你覺得BMW比較好做空間比較好 還是賓士比較好做空間 空間上是iX1比較好 後座還是後箱 就是稍微大遺憾 你自己做駕駛呢 覺得差不多 但是它有多一個蝴蝶翼 稍微可以靠得到 可以靠得到支撐到對不對 這個就還不錯 所以你覺得乘坐的部分 BMW比較好 會好一些 坐進車內 我剛剛是有請你看看它的氛圍 科技質感 看到新世代的BMW 再回頭看BMW 你覺得 就是螢幕比較好一些 但車內氛圍感 我覺得好像BMW 我還是會比較喜歡 其實我那時候有看過它的資訊 我是沒有去試駕 然後另外一個有差的是 就是撥片 DQA是有換檔撥片 就是你想要在移動中去調節那個 動能回收的 是比較方便一點 好這就是用車習慣 就你開過電動車了以後 有沒有那個東西就還好了 可能是因為我自己開 我蠻常會在平路跟山路切換 對阿 我就覺得我要上山的時候 我該當你 好 OK 沒問題 謝謝你齁 你旁邊先休息一下 OK 來 我補充一下 每一個人來參加節目 我們都尊重車主他的分享 給你們當作參考 這樣好不好 人要保養 車要維護 他們先推薦 Wanway的汽油添加器 跟柴油添加器 定時添加 想到在家也可以 清潔機碳 輕輕油底槽 輕輕噴油嘴 可以讓你的車子 開得更省得 更順暢 你車子快要沒有油的時候 你再加一罐汽油添加器 或者是柴油添加器 記得去版油加滿 效能最好 購買請洽 自由人光軟 憲政加入自由人 日會員 享有更多好看好理 喜歡嗎 下方有連結 好 我們歡迎我們2號車主 阿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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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1的車主 來 問一下那個阿友 你之前是開什麼車的 前一台是CT200 賣掉了 那當初阿友你在看 IX1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其他車比較 沒有 當然跟朋友洗腦 另外你沒有去看特斯拉 我只是懷疑 買電動車的 難道都不會去看特斯拉嗎 幾年前就開過 就不喜歡它的組裝品質 B&W的IX1開到現在 你有沒有認為它很滿意的地方優點 就是可以遠端開冷氣 這個大家現在新電動車會有的 操控性很好 配備很齊全 然後後座老婆做得很滿意 後座空間不錯啦 因為它那個椅子有角度也可以調整 家裡有充電裝嗎 有 你出門大概就100%啦 沒有 都充到90%而已 但是你自己實際你有沒有想過 或是你有沒有印象中開比較長的 宜蘭 大概跑多少公里 接近300 因為我們有充到滿 這兩台車的敘事點就有差 可是給你的駕駛感受 動力感受也有差 可不可以講講缺點 缺點就是敘事點這樣太長 又被我講中了 再來 就其他應該沒什麼缺點 你覺得IX1沒什麼缺點 我覺得當初BMW出IX1跟IX2有沒有 配備算是給好給滿 難怪它的IX1跟IX2賣的真的不錯 你正常就沒有在外面快充囉 很少一兩次而已 28到80%不用半小時 它充電功率就會比它來的快 為什麼我每次都要講到充電功率 它多少 130 它多少 100 這就有差別了 之前都沒有看過EQA 一樣外型我們好好的看它一下 我們分享給大家 OK 然後裡面的系統 我們摸摸看發動看看這樣子 好去 其實兩台車大家就可以知道了 為什麼EQA賣的比較差 價錢差不多的情況下 你只能買到單馬達前驅 差不多價錢你可以買到雙馬達四驅 可是換來的去時里程差很多 439 528 一差可能差50公里去了 實際用量啦 那你在意嗎 你家裡有充電狀況 你可能就不在意 電動車每年更新 我現在車528 明年搞不好538 買電動車我說過了 盡量用好好的用 把它用好用滿 8年16萬公里的電池馬達保固 你就開好開滿 開到滿 開到爆胚 換拆台電動車 平常就比較少坐後座 BWi常常一看就知道感覺比較好坐 空間也比較寬敞 那我們再回到EQA 我們把它發動看一下 電車就是沒有 電動車另外好處嘛對不對 你可以在車上吹冷氣 而且它靜態的情況下 車上吹冷氣 耗電量是很低的 你看電動車就是這樣子 馬上上車可以吹冷氣 有啦賓士還是一貫它的車內氛圍 確實不錯啦 再來賓士我覺得多一點 它有黑點 再來你看人家有搭 叫柏林之一 這不用選配 現在看到這些都是標配 它就有12車柏林之一 反觀那一台6機 因為這兩百幾十八萬 你也放哈門腳的 那放十幾也不錯啊 但是呢 BWiX1它多了 智慧頭的 多光速 這個都沒有 也不可以算 所以它有一些差異性 銀幕也是啊 它是兩個10.25吋 它的解析度真的不錯 賓士這一點做得很好 我一直說賓士的軟體是蠻棒的 裡面可以嗎 可以啊 質感還不錯 OK那我們下車了 還有看外型 你覺得EQA比較好看 還是iX1比較好看 iX1 也確實也是可能是四大的關係 對 車頭真的比較好看 BW車頭 比較薄了 比較有侵略性的感覺 那賓士我跟他講 它就是四代比較早一點 所以你說它這樣硬要比 我覺得四代有差 好像也差那麼一點點 剛剛你坐前座後座 你覺得它的乘坐品質 BW比較還是賓士 變得了 沒錯我也是這麼覺得 空間啊各方面也是 包含駕駛座那些椅子 後座有角度 坐起來舒服的程度 空間感 車內你覺得質感呈現的 用料氛圍 你覺得BW比較好 還是賓士比較好 用料賓士比較好 真的比較有質感 沒錯 真的真的 那系統的部分 BW比較還是賓士比較好 BW比較習慣 對 講到重點了 BW比較習慣 因為他是車主 我來換一個問題 我問攝影師 幫大家回答 賓士跟BW你都碰過 BW系統做的比較好 還是賓士系統的比較好 來 我中立啦 BW 真的喔 你比較淺顯易的喔 對 大概是這樣子 謝謝你喔 OK 你可以先離開了 好 等等啊 你們旁邊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準備就要來試乘 你旁邊先休息一下吧 還有 好 換我了 外型 我真的覺得啦 BW好看很多 BW本身車系有情願性 那我覺得進入新世代 真的進步了 但是呢 它我覺得也不錯 尤其它前面你看 很多的新星啊 還有你看它是一條線 前面是一條線 晚上識別度很高 但是我覺得審美觀見仁見智 我個人確實比較喜歡BW啦 空間不用講了 它完勝 不管是椅子 坐起來的感受度 兩個那個蝴蝶翼啊 夾緊 車子不會這樣晃來晃去啊 那差很多呢 支撐性兩台都不錯 可是它的椅子比較好坐 更不用講後座了 那後座有角度啊 它這個比較挺啊 你知道歐洲車椅子如果有硬 後座又挺 後座坐的人不舒服 那它反觀好坐很多 那我看後箱 我覺得大小其實沒有差很多啦 它的後箱的 打平傾倒的公升數 原廠公布是1390公升啦 它是1595啦 但是我認為如果不打平的情況下 兩個台車差不多啦 勾用就好了啦 車內的用料質感氛圍啦 我說實在 賓士真的比較好 賓士光一個黑頂篷我就喜歡了 而且你看那個方向版 蜻蜓就加分 所以我覺得質感氛圍 賓士比它還是好 雖然那是新世代 我跟它最後講那個系統 BMW新的系統完勝 好啦那等等我們就來上路試駕去囉 完了就來去吃東西 GO 上路前要先跟小鵬說 來參加車主來試駕 我們都有送洗車商品 今天我送的是玻璃油路機 可以清除淺層的油墨啦 可以讓你的潑水性變好 不過你的明亮度也會增強 它目前的自由人跟我網給我在賣喔 記得趕快去搜尋 開到BMW的i-X1 感受度怎麼樣 就是油門的感覺不太一樣 意表版是比賓士的人 我覺得更好 所以你覺得它的資訊目 呈現太多顯示器 呈現比賓士還要好 現在其實我幫你開啟Label 2了 ACC有之後開這種快速道路都會變得輕鬆 你覺得隔壹怎麼樣兩台車 我覺得都蠻好的 都不錯 都算是很有水準 基本上外面的車噪聲就是聽不太到 你會聽到就是輪拱的聲音 切車道呢 四傳的雙馬達跟前傳單馬達的你開起來 它的穩定度比較高一點 其實這應該就是反映在銷售數字上面 價錢差不多的情況下 很多人就覺得那我為什麼要買單馬達前去 可是我覺得EQA它有一個優勢啦 它的蓄積的人確實真的就比較多啦 500到500多 你怎麼用都有400多嘛對不對 以前在買電動車的時候 你會不會擔心說里程焦慮 一開始是有一點點擔心 但是我就仔細想一想說 你即使做怎麼差也有個300多公里 我剛好就住台中嘛 就想說從台中到台北也沒有300啊 小跑 椅子坐起來呢 你覺得跟你的 我本來覺得BMW比較好的是 可能我做習慣的 你做習慣的 你就覺得好像 你覺得做冰室你比較舒服啦對不對 對 這每個人的體感本來就不一樣了 BMW避震器的回饋跟冰室呢 其實我覺得因為EQA我覺得相對晃 它這個反而沒有這麼晃 反而扎實多了 好開的程度 如果說我用自己原本的冰室做標準的話 對 假設我把冰室就設定是80分的話 它就是90 小鵬也是很中立欸齁 B可以啦齁 就不用這條 完全可以 我如果未來換BMW 我就可以永遠抓到D檔 完全不需要 你看小鵬就喜歡那個iPad 所以他剛剛上來說 哇沒有看到那個換檔撥片有點不習慣 BMW就是它可以切D檔 或者直接切B檔 所以有時候人家說開電動車以後 它是需要稍微學習一下的 好那我們就要換到EQA去囉 好的 OKOK我們換車去 Go 你看我一坐上冰室 其實我覺得它椅子比冰那邊還偏硬 我覺得是不是跟它中間擠皮的關係 你幫附性沒有那麼好 坐上我有一個發現大腿的椅面比較短 後面也是我老會這樣講 椅面比較薄喔 後面比較薄以外 它後面比較挺 然後再加上如果椅子又偏硬有沒有 後座做長途就會覺得比較不舒服一點啦 還有你剛剛這樣過來了 單把達前驅的EQA 你覺得開起來怎麼樣 還可以啊 就是比iX1差一點啦 加速度啦 剛剛一上來你就是切S檔了是不是 對 切S檔還不 iX1剛剛沒有在開S檔的 我是給他開那個B檔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小鵬說他喜歡用One Pay動 他喜歡那個動能回充的那感覺 兩台車隔音差不多耶 不過一坐上來我就有感覺 它沒有像四床的雙馬達一卡定到 我看看喔 它比較稍微會慌一點 這就是前驅單馬達的 跟四驅雙馬達的差別 我來問一下你太太 後座好坐嗎 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覺得它的椅子有點太低 腳有點懸口 它上面比較低一點的車 就覺得好像快停到屋頂那邊 它的車是空間比較壓迫啦 沒有錯 它的車格比較小 這是真的 你覺得賓士的內裝質感好不好 我覺得賓士的內裝質感很不錯 我覺得賓士的內裝質感真的是不錯 方向盤也不錯 方向盤也不錯 蜻蜓方向盤好不好 下次如果給你那個陽唇面方向盤 你就說不好了 我現在做看你開切S模式啊 它扭力 你看電車扭力3.9 所以我覺得3.9開起來其實滿不夠 過用了啦 感覺做起來是不錯的 電動車就是這樣子 唯一差別應該就是說 大家一定想到如果價錢差不多的 扭力大一點 對啊然後雙馬達嘛對不對 不過換來的 要拆換換來就是 蓄實里程真的比較差 好那我來問你囉 你覺得行駛路感開起來 感受度啊 賓士比較好還是BMW比較好 BMW拼硬 紮實啦 出事對台會比較好一點 好那簡單講就是 出事性的選賓是 操控性的選賓 對沒錯 像剛剛我們在切車道啊 分享一下單馬達跟雙馬達 是不是真的有差 對差很多 你看它的抬頭顯示器 跟看它的數位表面 呈現的資訊跟你的BMW 差不多 差不多 人家也是很綜藝 剛剛你車上已經有放了一罐這個 玻璃維護鏡 對 這個送給你們的 好謝謝 謝謝你們今天借車讓我們拍攝啦 消費者買的 我的粉絲買的 都沒有被打槍過 我也用過啊 好 再送你一下 謝謝 謝謝 不然我覺得 賓士的質感真的是不錯 真的啊 以這個級距來講 我現在做EQA 我發現 它連前座的那個空間感 都比較小一點 所以我才說 其實開電動車是這樣子 我們今天又做到賓士的EQA 190匹而已 扭力39.3 真的日常生活用車 這樣子的動力 這樣子的馬力 已經很夠用了 那車很豪華 油車追不到了 兩台現在打通都是CCS1 未來慢慢都已經開始可能 再來就會進入CCS2 你看像是奧迪啊 寶石姐啦 福斯心的 特斯拉 Shikoda 他們都進入了CCS2 好 那我們就往這個餐廳去囉 來去吃飯了 好不好 好開心喔 以後要來吃飯了 但是吃飯前要先把功課做完 殘酷的對決要來嗎 第一題 駕馭感受行駛路感 你投給誰 投BMW 好 你會投給誰 BMW 我也投給BMW BMW一次拿了3票 你很喜歡開車的 抄價感受肯定是BMW 賓士給你的是比較舒適的感覺 對不對 沒錯 第二題 內裝質感用料氛圍 你投給誰 賓士 你投給誰 賓士 賓士版為一層 確實賓士的內裝質感有量 我們講到哪一台都是 第三題 數位科技 眼睛看到的抬頭顯示器 數位儀表板 配備系統 你投給誰 我開完之後我還是會投給賓士 就是台顯導航資訊 你還是覺得你喜歡賓士 有可能是習慣 有可能 好 OK BMW 我也投給BMW 確實啦 以系統軟體來講 BMW比較新 所以我投給BMW 當然你們可以去去都評估 摸摸看試試看 第四題 單純車子的空間表現 BMW BMW 好 這一題額外的就是 單純駕駛感受 我覺得賓士坐起來比較舒服 但開起來是BMW比較好開 一樣 對 然後我真的是只有四驅代步 賓士真的是不錯 舒適的 我來補充這一題 賓士坐下去可能中間有起皮的關係 它比較硬 再來賓士的椅子的那個椅面 稍微短一點 我覺得賓士的椅子坐起來算舒服 包覆性別拿比較好 我覺得椅子這樣子 各有喜歡的 第五題 你身邊的朋友如果再問你 這兩款車 你會推薦他買哪一款 我還是會投賓士 因為我是比較在意舒適性 然後加上未來的穗金 好像有一點點的優勢 啊如果我朋友會 啊一膽馬達餒 如果你們要上山下海 就四驅十六拍 啊我要啊 我要爬山我要游泳啊 游泳應該都不行 哈哈哈哈哈哈 爬山如果要考慮爬山的話 可能別人會好一點 哈哈哈哈 好啦小鵬講的這樣也對啦 要舒適性的 或是我覺得 我就比較喜歡品牌光環的 啊我就喜歡賓士的 或者我喜歡裡面 Bling Bling的 對於動力夠用嘛對不對 對於動力夠用嘛對不對 而且蓄質率比較高 賓士的電動車原廠 我做了一個東西 你買車四年 如果要賣車可以賣回原廠 50%的價錢收回來 他覺得這個不錯 大家都知道未來的電動車怎麼樣 折舊很大 所以我相信小朋友看上這一點 是不是這樣 對經濟考量 沒有錯 好 推薦你身邊朋友 PW 為什麼 CP值很高 好OK 那有的都有了 我的話啦 我會一樣站在小鵬跟友哥這邊 如果你喜歡舒適性 你不在意操控動力的 你也覺得單馬達千圈 你開起來 反正你就市區代步 來無二吃日本料理的 你買賓士可以 但是如果你對於動力有要求 你對於士雲的那種雙馬達 操控的紮實性 還有CP值跟性價比 你肯定要買BMW 好啦 那今天的車主來試駕就這樣子了 車的部分就這樣子了喔 好 就結束了喔 好不好 走場 幹嘛今天你在廚房裡面啊 你不知道我是廚師嗎 畢竟他 有沒有像啦 今天我們來台中的無二日本料理 這兩個來 讓大家猜 這哥哥來 我覺得哥哥應該比較沉穩 所以不會懶頭髮 應該拆成 答錯了 哥哥懶頭髮 有唷 哥哥叫文秀 弟弟叫文順 台中人必吃CP值非常高的 無菜單日本料理 他們第一間其實是在台中的華美西街 那華美市場裡面啦 開六年了對不對 對六年了 這一間是三年前開的 在北區漢口路三段二十五號 這一間我跟你講真的要來吃 從多少錢開始 五八八 到多少 到一三八八 哪有這樣子吃的到無菜單的 有壞一點 好啦那我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一道 來來來來 這個我們等一下要上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干貝結瓜燒 上面是干貝啦 這個呢這個 這邊是我們特製的香蒜醬 聽說你們的很多特製醬 都是自己調的 對 他們這邊除了你少那個QR Code 進去點菜以外有沒有 它裡面有一個叫什麼東西的 我們有一個究極料理 就是我們的隱藏菜單 他們今天只要如果出海有撈到好的 都會放在那個限定 究極料理裡 他們這一間CP值真的很高 你相信我我不會介紹爛的 那我來台中啊 記得要預約喔 這通常沒有預約不會有位置 然後那去三菜了我出 我還你了 謝謝謝謝 你會出來剛剛亂 我剛剛拿那個刀子 你覺得怎麼樣 你知道我會磨刀嗎 你知道我會磨刀嗎 你有沒有磨刀石 那一隻刀子送你幾萬塊 你給他再磨 真的很貴嗎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啦 真的假的啦 沒有啦 亂講 我還是趕快出去好了啦 我們趕快讓他們上菜 趕快吃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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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這邊全部都是無菜單 啊這個呢 這是 黃金大鮑魚 那這是 黃色的是現磨劍末 他們其實這邊無菜單 588 5888 然後這家是1388 1388 那今天我們來 大概是稍微比較特別一點 他們用一些單點的方式給我們 那我介紹一下 這邊的話是炙燒綜合握壽司六罐 那是由師傅依照每天的新鮮食魚去做搭配 口味都是隨機的 這個你看 生牛肉 它那個淋那個下去 對不對 哇 那這醬是什麼 和風醬 特調的和風醬 那和風醬 昨天調還是今天調的 今天調的啦 今天調的啦 那我這個阿卡怎麼夾下來 我這樣子 就是它一片一片包起來 沒關係直接夾出來 來吃一下它的生牛肉 那這個是今天早上去挖出來的 今天從日本剛搭飛機過來的 日本工程縣的工程生蠔 很新鮮啦 那這個呢 這個要介紹 剛才也介紹一下 這個是我們新推出的月光寶盒 裡面總共有五種 左邊的話是松葉蟹膏 然後這邊是鮭魚卵 這邊是海膽 日本的吃海膽 然後這邊是北海道干貝跟鮭魚 那這個呢剩下這一個 這個是叫做生的領域 那它最底下是用熊本的生蠔 那旁邊的話 黑色是魚子醬 這邊是海膽 鮭魚卵 綠色的是海豬湯 我還想要加碼啦 吃東西就是這樣 都要把一些拿手的拿出來 那這最後這是什麼 就是炙燒松露大干貝或壽司 人最知道我愛吃干貝 好啦那今天大概影片就這樣子啦 阿湯啊齁真的是不太會介紹 我只能告訴大家說 這間讚 CP值非常高 這樣的價位你在外面 你絕對吃不到 這麼高CP值的無菜單料理 謝謝我們的文雄跟文順 兩位很年輕的老闆 那個人的鐵魂啊 要我愛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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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剛才推薦洗車好物 Uptiside石墨溪車漆為無盡 哇這個廣壽好評啊 取代傳統打蠟 不用洗車洗得這麼辛苦啦 你洗完車以後 車子濕濕的沒關係 把石墨溪噴在布上面 當作縮水慢慢擦 擦乾了以後 你會發現車子滾溜滾溜的以化 板件也比較光亮 潑水性也會變好 比較不沾那個髒東西 購買請客自由人光亮 憲政加入自由人日會員 享有更多好看好禮 喜歡嗎下方有連結